红磚位于九龙半岛东南部一块集甲地 古时已经有赤磚、赤磚、红针之称 全部都跟红色相关 相信是因为当然红磚海边 全部都是红色蓝石的缘故 又或者渔船经常拍一粒进海边的磚 故此最终签为红磚 英法联军之翼战败之后 清廷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好多久,黄埔船奥落成红磚海岸 为来港商船和远东船坡提供服务 原本以穿落为主的红磚 从此经历天翻地覆的转变 黄埔船奥吸纳大量华工 造就大量就业机会 工人对住需求大 住宅、店铺、学校、庙宇、应运而生 红磚因而陆续出现不同的重年工厂 包括其他船厂、发电厂、煙泥厂 耕地就大幅减少 如今的红磚救区 就是当年船奥衍生的产物 当年位于鄰近学园村的学园发电厂 高耸烟通和黑烟 就一度是红磚居民的回应 今天学园发电厂已经变成屋本住宅 留下的痕跡就只有和它有关的学园佳 80年代香港地产业拼黄 黄埔船奥在1985年正式关闭 原址改建为大圆屋苑黄埔花园 船奥第一号汉墓舅的船型建筑黄埔号 从此既是黄埔花园的一个购物和娱乐中心 亦是黄埔花园的一个地标 70年代以前 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往来 绝大部分只靠渡海小类 由于香港人口急增 香港政府开始考虑另一个客运交通 选项就有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 最后因为大桥高度 会影响啟德机场飞机升降 最终就拍摆海底隧道 于是在1972年开始 香港就有了第一条博通港狗的 红磡海底隧道 你还记得第一次坐车 红磡海底隧道的情景 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否真是主身海底 你又有没有以为在隧道里面可以看到海底世界的幻想 红磡另一个重要地标是正式名称 叫九龙车站的红磡火车站 70年代原有的尖沙咀火车站 雲载量已经饱和 香港政府决定将九港铁路樱段全线铺设相轨 和将列车电气化 在红磡海底隧道旁边的填海地上 兴建红磡火车站 就是电气化工程的重要部分 而红磡一块填海地 亦因利成电 暂时成为60年代至70年代初 一共九届工展会的举办场地 新火车站在1975年11月正式启用 旧有的尖沙咀火车站随之拆射 从此只留下一个钟楼 孤单地站在天津码头旁边 仍望着维多利亚海峡 红磡火车站旁边 就是俗称红磡体育馆的香港体育馆 早在60年代的市政局 已经有计划在香港兴建一座 符合国际标准的室内体育馆 但是就因工程费用问题 到了1983年 才正式落成体育 不过体育馆最绘质人口的 反而不是举办体育项目 而是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名歌星 在这里开的一场又一场 又长数多的演唱会 当年你又是访过哪几位歌星的座常客呢 在1957年 黄埔船澳附近 多了一间 香港工业专门学院 坊间简称为工专 工专原始位于湾仔活道 50年代 中国大陆政权烈手 大量人口从大陆涌入香港避难 香港政府为了加速培训职业技术专才 在红磡新田海区 兴建新校舍 开展了香港工业教育的新一业 时代持续进步 1972年8月 香港理工学院正式成立 最初 接管工专的校舍和职业 多年间 从原有工专校舍 扩建到今天的规模 变身为比职业训练 更加上一层楼的专上学院 到了1994年 更正式升级大学 正名为香港理工大学 你是不是又曾经在那里度过一生 最美好的联华呢 理工对开的 就是在1975年啟业的世界殯儀馆 世界殯儀馆 是红磡区几间殯儀馆的其中一间 无论是一般普罗大众 或者是社会名人 放得开也好 放不开也好 很多人都曾经在这里 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以上红磡的点点滴滴 或者你曾经在别人口中听广告 或者有些甚至是你亲身的经历 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 不过自从2019年11月 因为反送中逆权运动的一场 理工大学保卫战 在你脑海里面的红磡 和以往再都不一样 填满的就只有理大为成的一片火汗 和东港共政权的争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许 杨茜茜 也要来说 静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